最老的學生就是了 所以去上課之前 去開學之前 我女兒就提醒我 Daddy, don't dominate the classroom 我聽我女兒說的 那一年我聽多個說的 挺好的 我有這個新的福分 是因為我太太提醒 所以傳導書說 兩個人總比一個好 因為二人牢碌同德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高深跌倒 沒有別人扶起他的 這人就有惡了 傳導書真是很深入前出 很多很好做人的道理 幾句說話都說出來 所以做人如果有一個中生的伴侶 可以時刻提醒你 在人生交叉點的時候 或你聽當行左一百萬右 這個是神次莫大的福分 而我自己做事做了幾十年 做男人的不是有一個領袖 就是我們的心 那位男士那位弟兄 大體上不夠那些女士 不夠那些姊妹的心情 不夠他們的心情 所以他們說的說話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很用心去聽 《聖經針言書》裏面所說的 亦都有很多 應該是針言三十一篇說的 才德的女子行多 貴讀你超過一切 嚴厲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 為驚威優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如果大家讀《珍言三十一篇》 就會有很多句是很精進 而亦都是很有道理的說話 那我過去這幾十年做人的經歷 就是在關鍵的時刻 要和太太好好商量 要用心去聽她的提聲 往往聽就行得對 不聽就會行什麼 甚至行錯 講到這裡和大家做一些總結 首先就是 到底什麼是權力和權威呢 離開一個權力中心 會不會有困難呢 怎樣去做這個抉擇呢 大家又再看看所羅門所說的 在《傳道書》裏面他這樣說 我就日見昌誠聖聖過以前做耶路撒冷的人 即是他做王 是拿過所有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人 我的智慧依然傳流 後來我擦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 和我牢碌所成的功 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暴風 都是虛空都是暴風 所以怎樣呢 他說 所以我恨護一切的牢碌 就是日光之下的牢碌 因為我所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 哪樣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呢 大家想想 所羅門是一個最厲害的 他最出名的故事是什麼 有兩個媽媽和妓女 晚上睡覺的時候 每人都有一個小孩的人 有一個嬰兒被逼死了 只剩下一個 大家搶 然後就去找所羅門聽奪 所羅門很聰明 分開一半 一天一半 真的媽媽馬上出生 算了 我不要 這麼刷斷 這些人柬門哭 這首說羅門是一個 這麼聰明的人 但他做了王之後 他得的結論是什麼呢 坐在這個 這個這麼顯黑的權貴的位裡 其實到頭來 也是虛空 都是無法 而其中一點就是什麼 他說 我說 我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會留給后人 那個人是什麼人 他值不值得去掌握這些權力 這些財富 這些權貴 所以她說她會恨惡一切她所做的 不過我不會完全跟隨她的結論 她不是錯 但是我會看的是 雖然我們不能夠為後世作定奪 但是我們在位的日子 不論是做主要官員 或者做主任牧師 或者像馮醫生那樣做一個NGO的主持人 我們都要在位的時候盡我們的努力 去做我們當中的事 造福我們周圍的人 這樣就有意思 而第二個重點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在加拿大 我一個朋友叫Uno Langman 有一間Gallery賣油畫的地方 我很喜歡看油畫 每一次去Vancouver探餐廳 我都去那裡看看 一次官員跟我說 You know Mr. Lang We're all just curators in life 什麼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Steven 如果你買了佛華給你 你很喜歡很名貴 你拿回家掛在牆上 其實這幅畫都不是屬於你的 你只不過是好像一個藝術館裡面的館長 你暫時管由他 到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這幅畫不再屬於你的 是屬於其他的人 其實這個道理 We're all just curators in life 不止於一幅畫 是適用於所有的東西 包括權威 所以我認為 權力不是讓我們去爭取的 權力不是讓我們去擁有的 權力是讓我們好好地去運用的 權為民所用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你再餵一天 你就負責任地 揭盡所能地 去餵你的地方 第三方面 我剛才已經強調的就是 我們做男士的 我們往往是 將我們的career 我們的事業擺在首位 我們的家庭擺在次位 其實就是 令到我們的太太 令到我們的家人 是負上一個比較沉重的代價 傳道書其實教我們 是另一個道理的 它說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 就是神次你 在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 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到日 因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 牢牢的事上所得的佛 傳道書教我們是怎樣呢 是 這個世界給你 是感覺 可能是虛空的 但是虛空之餘 這個世界都有很多美好的東西 享受這個世界 最美好的 就當和你所最愛的人 一起去享用 所以 我膽敢做一個結論 其實 家庭應該是比事業重要的 我們做男士 或者有些女士都是 很多時候那個 assumption 是假設調轉了 事業比家庭還要重要 有一個分析很簡單 事業是會完的 家庭是不會完的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有限 剛剛 九月初 我女兒生了一個孫女給我們 我太太今晚不來 就在籌影孫女 家庭是會繼續 因為神養更多遍滿大地 聖經告訴我們 子女是神所賜的產業 而這些產業 會自動生一些回報給你 產業可以生產業 所以鳳醫生 人類是可以延續下去 家庭是可以延續下去 事業都可以延續下去 你都可以有些繼任人的 但是不是很同 因為做人說到底 你不能夠帶走你的事業 你不能夠帶走你的財富 我們信主耶穌的人 到我們去見主的時候 他會問我們 你一生為我做了什麼 那我們可以跟他說 我好照顧了我的家庭 帶了我的子女信主 帶了我的朋友 有我的真情信主 事業是不重要的過家庭 反過來說 家庭應該比事業重要 好可惜 我是做了三十多年才 才能夠進入這個建立 如果我早點有這個建立 以及早點懂得有這些主要官員祈禱 我過去十幾十年做人可能會比較舒服的 還有一個最後的建立 大家和我們一起看了一些傳導書 你們可能以為所羅門 他對生命是看得比較負面 但其實不是 他到傳導書 最後那一章 他有個結論 他說 這些事都已經聽見了 就是他講 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空 暴風等等 總意就是要敬衛神 緊守他的界明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法 所以我們人生匆匆幾十個寒暴風 可以過得很快 最重要的是 結盡所能做我們當做的 生命最重要的不是求權而為 不是積聚財富 要好好照顧我們身邊的人 做好我們分內當做的事 可以去舒展去追藏我們的理想 為我們所愛的地方 所關心的人 去做一點意義的事 無論大家是在什麼的積憤 無論大家是在什麼的崗位 你在社會上做事 你在家裡照顧家人 你的積憤都是很寶貴的 神都可以祝福你 You hope and the future 是幕後有志望的 多謝大家 願主祝福大家 什麼問題可以問阿龍先生 阿龍先生可以問我們的問題 是的 那有什麼問題想和分享 可以隨便 大家隨便 馮醫生告訴我 我聽說有一些朋友應該是在內地來的 所以如果你想用普通話 普通話也可以的 美國主 大家隨便 好感恩 有個咪 有個咪 給她吃 好感恩 今天晚上參與這個聚會 我想聽聽神的家 和原生家庭的家 如何平衡 如何處理 這個朋友你貴姓 我正蘇的 蘇先生你的問題是神的家 和自己的家 如何平衡如何處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特別是給牧者 傳導人 教會的同工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認識牧師 他們最忙的時間 往往是夜晚 是我們一般人放了工之後 要開教會的會 或者有些家庭有些問題 或者有人病重 周晚和夜晚是最忙的日子 還有做牧者和傳導人 他們是很記重的角色 要做教師 教教教聖經 要講道 要傳道 如果有什麼生母病死 要去安慰人 有時如果夫婦有糾紛 要做調解 那變成了教師 教教師 和社交職員 他們全部都沒有 還有 來到的時候 是不能等 很多時候的事情就是更急 那除此以外 他們還要做一些 以往我做的事情 就是做administration 就是做管理 管理教會的帳 教會的物業等等 那所以 我會講 蘇先生 是神的家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自己的家 是一個根本 做牧者 做傳導人 如果是照顧不碰自己的家 遲早他神的家 的事工都會受損的 所以 就是 修身齊交 是一個很正的道理 還有聖經也有教我們 就是 做bishop 做主教的人 要有好的聲明 要照顧到自己的家 但是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不是說一天二十四小時 分八小時 一、十二小時 給家 不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 其實 回到福去再想 家庭是重要的事業 就算是神的家的工作 這個也有一定的道理 謝謝 林先生 很感謝你今晚的分享 我真的說得相當之好 我有啟的聲 有一段時間 我在網上 都會留意 你在立法會一些的 表示 一些的報告 有些的議員 都用過激動的語氣 和你溝通 我想了解 當時其實 你是如何用你的信仰 來回應 或者處理這些事 你叫我姓 姓陳 陳先生 你好 多謝你的問題 其實很多朋友都有問我這個問題 我有很多親戚朋友 在這麼多年來 陳先生都說 Syvon 你的EQ很好 人家在立法會怎麼罵你 你都是微微嘴笑 來回答人家 我想EQ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 其實 我有一個的態度 對這些 批評我 或者批評政府的人 有時候他們批評得很狠 我通常的想法就是 這位人士 這個黨派 或者這個議員 他們有一套的立場 甚至他們有一套的理想 這是他們的道理 他想說給我聽 因為我是代表政府 首先 我有責任要去聽 我有責任要他盡量不明白 我也都有責任要盡量去做 那如果我考慮完之後 我做不到 那我有責任解釋給他聽 為什麼我做不到 就是他要A餐 我只是做到B餐 那我就要告訴他 對不起 我只是做到B餐 他說我不喜歡吃B餐 那有時候我就會想一下 把B餐變成C餐 譬如 當年我們2010年的時候 在做一個區議會方案 就將它變成一人兩票方案 那一次他也接受過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那麼敵視的態度對方人 要尊重別人 用心去做他想做的理想 或者他想表達人的立場 這是很根本的一件事 也有些比較從政 年人比較多的人 是很早已經提醒我 例如我99年 我說要去董建華的辦公室 做發言人 當年周梁淑儀 是自由黨的副主席 他提醒我 他說 Steve 放下心斷 你不用那麼慾謹 放下心斷 這是他們經驗比較長的日子 去領略 提醒他 要年輕一點 有時我發覺 要幽默一點 去處理一些情況 也有一次劉慧卿議員 他聽了曾蔡權特首說一番說話 他就硬住心 曾蔡權說什麼呢 他說劉議員 原來你們想的政改方案 是天上有地下毛的 那天好像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 當他一說 我才來 明天我要替他答什麼叫天上有地下毛 因為第二天 我們要開一個政制事務委員會 當時 當時Emily 那天見到我 他說 道長你說 為何特首說 什麼天上有地下毛 那是什麼意思 我就跟他說 我說劉議員 因為特首是很欣賞你的為人 認為你是仙女下法 你所希望可以達致的方案 我們這些凡夫俗詞 就不太明白 只是這樣解釋而已 Emily聽完之後 都沒有再追密 就過一過 EQ是有些用 EQ不是一個答案 我過了這麼多年 我現在回想 如果讓我再過幾年的日子 我可能要學 做人更加謙卑 我去讀了一年的神學 我主任牧師 楊潭滿牧師 是堅持人的主任牧師 他問我 你讀了一件神學 最大的功課是什麼 我說 最大的功課 其實是 做人要學 謙卑 這個是一生的功課 我說 我經常想像是怎樣 好像 薩摩爾 十歲的小朋友 他聽到薩摩爾夫照 跟薩摩爾夫照 我主情說 無人敬聽 接著我就想像 現在我講 我想像是 聖殿那些東西 就站在燈臺面前 神跟他說 你走 他就走 神跟他說 不動 他就不動 我覺得我們做人都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職份 是神似給我們的 神叫我走 我就走 神沒有叫我走 我不要亂走 我不要亂用 那 我現在想回頭 聖經也有一句說話 最近看的 應該是曾燕 或者傳讀書 我忘記哪個章節 他說 人所說的話 都要記在心上 是恐怕你聽到你的薄人 就錯你 人所說的話 都要放在心上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很多時候 你做人 為何和人 你做人 你做人 做人